下一題是不用算的 問你要怎麼樣配溶液 他說要配置0.1大M的清涼化那水溶液 你要用什麼方法去配它 跟它的要求 跟它的要求0.1大M 要有一公升 所以算出來表示我需要0.1末 0.1末是多少功克 去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4公克 所以當我要配出這個溶液的時候 我需要拿清涼化那0.1m也就是4公克來 那要如何配 你最後的結果要配成一公升 但是你不可以直接加水加一公升 我們國中生不會去做這樣的計算 但是現實上是 水是一公升往裡面加了糖以後 這個糖水就不會再是一公升 有的時候會比一公升 有的東西加進去會比一公升多 有的東西會比一公升來的少 量變化不大 所以我們國中生不做這樣的計算 但是現實上它不會是一公升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加水加一公升 我們會 比如說我先加800毫升的水 把它全部溶解之後 再往裡面繼續加水 加到最後的糖水 我的溶液是一公升 所以我會先取一些 先把它溶解掉 然後最後再加水 加到溶液的體積是我想要的步驟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豬 這是我們配置溶液的方法 這一題不用算 OK 沒問題 OK 好 類似題 也不用算 類似題 問你我要配硫酸酮 水溶液 請問要什麼 注意 化學是它們的.5H2O 表示五個結晶水 表示一個COSO4 旁邊抓了五個水 所以你在算分子量的時候 那五個水的分子量 也要把它算進去 要那個5H2O要算進去 才知道真的分子量 OK 請問你我要如何配 其實這一題 這一題用觀念就知道答案多少了 其實不用算 好 其實觀念就知道答案多少 不用算 應該是哪一個 找一位 帥哥美女一起來嗎 2號 2號 你選多少 你選豬 請坐 你最後要配成一公升一大M 所以需要一磨 一磨 然後流酸桶有250克 注意這250 有加那五個結晶水算出來的分子量 然後 所以總共需要250克 然後呢 講過了 你不可以直接加水一公升 你要先溶解掉 然後再去往裡面加水 加到容易你所需要的 因為加 因為放進糖之後 糖水的體積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豬 這一題啊 其實你用看就知道 答案絕對不會是A跟B 因為不可能直接加一公升的水裡面 你也不太可能加910毫升的水 所以你用隨便猜也知道答案應該是豬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